我们来看第三题,设AB向量等于坐标6-5,BC向量等于坐标-42,CD向量等于坐标-2-3,是求DA向量等于多少 第1次,给我们这些向量要求DA向量,因此求DA向量,我们就利用三角形法的加法来计算 起点是D点,中点是A点,所以我们起点D点再透过一个点 题目给我们这些,那D点跟C点有关系,所以这里我们就透过C点 意思也就是说就等于DC这个向量,继续利用加法,所以把它接过来C 那C这里有给我们是B,所以再加上CB,继续再利用加法加上起点,我们变成是B点 所以最后中点要A点,那么因此再加上BA向量,所以就会等于 那么题目呢,不是给我们DC向量,是给我们CD向量,所以这是它的逆向量,也就是等于负的CD向量 同理啦,CB向量跟BC向量是逆向量,所以减掉BC向量 BA向量跟AB向量也是逆向量,所以这里再减掉AB向量 那么因此呢,就会等于负的CD向量给我们是负2,负3,减掉BC向量给我们是负42,再减掉AB向量给我们是6,负5 那么因此呢,就会等于把负号乘进去,所以这里我们得到向量23,那么再减掉,把这个负号也拿进去好了 所以加上,这里是4负2,把这个负号呢,我们也拿进去,所以加上负6,5这个向量 也就说呢,现在变成三个向量相加,三个向量相加呢,它的S分量相加,那么因此呢 就是2加4减掉6,那Y分量呢,就是3减掉2,加上5 所以呢,我们得到S分量,就是0,那Y分量我们得到16,那么这个呢 就是DA向量,所以题目呢,要来求DA向量,我们计算求的DA向量 就等于呢,是06这个向量,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